这一盆倒挂金中 这个叶子感觉有点搭拉下来 可能是缺水 看一下 这个花盆果然很轻了 好在缺水的不是很严重 叶子没有全部捏下来 赶紧给它浇水 这个倒挂金中浇水还是要及时的 虽然它比较的怕老容易烂 但是呢现在是它的这个运累期 然后现在天气又比较的热 所以水分一定要补充充足 不要每次都等它的这个叶子捏下来再给它浇 这样是不利于它的生长和开花的 不要学我这样哦 最好是每天都来检查一下这个花盆 有没有轻 轻了就要浇 但是有一个情况要例外 就是这个倒挂金中 它在温度比较高的时候 它是会处于一个休眠的状态 那个时候浇水就尽量要少一点 然后要放在比较凉快又通风的地方养 然后再看它来到这些花盆 然后再看它因为我们的那种花盆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花盆 就是这些花盆 就是这种花盆 这个花盆 在这种花盆 然后再看它